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嘿嘿 谁力气大就是谁的 啊 一斤 你怎么总是跟弟弟抢 你是姐姐就要让着他一点 再说了 你不是不喜欢吃梨吗 二俩想吃你就给他是大的好了 猫猫 在二俩出生之前有什么好吃的都是我先吃 可现在什么都要让着他 可连我想吃个梨都只能靠前 为什么当姐姐就一定要让着弟弟 又不是我选择要当姐姐的 你怎么不把我撒回去 等二俩出生之后再生我 哦 这样也行吗 看来 一斤如今的心理阴影面积 还不小呢 没想到一斤这孩子那么敏感 看来我以后真的是要住一些了 可是什么都要跳大小一样的 还真是考验人呢 妈妈 你要加油 面对两个孩子 要做到绝对的公平还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过多数二胎家庭确实更容易忽略老大的感受 一方面觉得老大都已经大了该懂事了 另一方面也认为老大让着老二是天经地义的 却完全没有换位思考过 更不用说理解老大所感受的那种被掠夺的感觉了 其实一斤也是一样 虽然是老大 也不过还是个孩子 一斤二两